先生是有感而發 真的聽他的內心發誓講出 他成長的過程再加上這個饅頭的經歷 但是他講這個做饅頭真的是讓我們很有信心 聽到沒有 在我們這邊發心做饅頭也也做又也發 所以說各位師兄姿姐 只要在這邊發心你們帶來的這個職務 只要你們來發心的 不管等一下請那個弘良師兄來講一下也好 你後悔嗎 因為這個七年前侯師兄的一通電話讓你來泡茶 你就一站就站在那邊站七年了 然後這個 然後各位師兄姿姐你們每個禮拜天來 有的那麼早就來像秀芳師姐 還有這個現在莫偉東師兄 還有黎倩存師姐 你們很早就來發心打掃 所以說你們的發心我們都有看到 所以說你們來打掃為我們眾生服務先做 為成佛先做為眾生做馬牛 這個也是很好發心功德無量 所以各位師兄姿姐你們來到這邊 你們一定不會失望的 因為大家來都是環環相扣 不管說是像弘良師兄 還有各位師兄姿姐帶來的職務 或者來打掃 點點滴滴 大家都是環環相扣在一起 沒有師父 那我們這個團體也是會完整 那沒有阿伯 我們的網站也是 但是有的人沒有來的也看不到 然後你們大家來也是大家 就是共襄這層圓滿的一個放生活動 所以大家你們來才會圓滿 所以是環環相扣 沒有你就沒有我 就沒有這個團體 所以大家要相互相承 真的有患難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我們這個團體的溫暖 好 現在就是給弘良師兄發表說 以前七年前 侯師兄一通電話叫你來泡茶 你的第一句話是說 我很晚睡覺 然後要我六點起床 我可以嗎 現在你就站在那邊泡茶七年了 你後悔嗎